新华社拉姆安拉,3月20日电,记者杨媛媛照月巴勒斯坦方面证实,以色列部队19日晚,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和拉姆安拉附近,开枪打死3名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安全人士,20日凌晨,告诉新华社记者,以军士兵19日晚,在护送犹太人,前往纳布卢斯东部一处墓地时,朝一辆汽车开枪,至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另据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0日发表声明说,以军士兵19日晚,护送犹太人前往纳布卢斯一处墓地时,有人从一辆汽车内向他们投掷爆炸装置。 作为回应,以军士兵朝汽车开枪,至两名破坏分子死亡。这起事件未造成以防人员伤亡。 此外,巴勒斯坦民政事务部发言人瓦利德·瓦赫丹,19日深夜向新华社记者证实,以方当天在拉姆安拉附近,开枪打死一名巴勒斯坦青年。 有目击者说,以色列部队大批人员,19日晚,进入拉姆安拉附近一个村庄开展行动,将一处住所包围后开枪打死一名巴勒斯坦青年。 据悉,这名巴勒斯坦青年,被以方指控于17日在约旦河西岸阿瑞尔犹太人定居点附近实施袭击,致以色列人员伤亡。 对此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0日发表声明说,由以国家安全总局,警方反恐部队和国防军组成的部队消灭了在阿瑞尔定居点附近实施袭击的恐怖分子。 3月17日,一名巴勒斯坦人在阿瑞尔犹太人定居点附近实施袭击,造成三名以色列人伤亡。 以色列部队随后开始实施大规模搜捕行动。 原标题,建出泉州港里浪群海将随海警3515建出海建文。 小梅正土黄金锐。 老荣先居碧玉心。 跨入新年度的泉州。 处处律意盎然。 一派生机勃勃。 宋元时期,泉州港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 1月14日上午,记者在泉州港登上舰船。 随海警某支队,35105舰出海巡航。 舰船离开波浪。 成群的海鸥,花快地追逐着螺旋桨卷起的浪花。 支队辖区海岸现成近千公里。 海域面积于二,三万平方公里。 支队官兵主要待负着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打击海上违法犯罪,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等重任。 支队政委杨庆永介绍说,海上波发浪涌。 舰船被海浪高高抛弃。 又重重落下。 不时有大浪打到前甲板上来。 记者感觉头有点晕。 问舱内的官兵,你们运船吗? 副支队长金小龙回答,碰上大风浪也会晕。 说着。 他指着箭手的毛灯杆,讲述了一个情景。 2015年底,金小龙带队到某海域维权。 碰到恶劣海矿。 风浪等级接近舰船所能抵御的局限。 顶峰破浪航行。 几百吨的舰船在大海里潜伏后仰,左摇右晃。 不少平日不怎么运船的官兵,都感到眩运。 在大风大浪中,连续航行四十多个小时,才顺利抵达预定区域。 老祖宗留下的海洋国土,一寸也不容丢失。 在任务海域,支队官兵庄严宣誓,蒸蒸誓言,犹如冲锋号角。 面对任务需求,该支队重点开展海上反袭击、反劫持、反盗抢等出突演练。 探索海上战术配合、联勤联动等合成执勤作业模式。 拉近从操场到战场的距离。 进一步提升了部队实战能力。 巡航!巡航!除了维护主权,我们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打击海上违法犯罪。 杨庆勇说,每次巡航对犯罪分子都是威慑。 在高利润诱惑下,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 选择在夜间以及大风、大雾、大浪等恶劣天气走私。 2017年5月的一天清晨,全周湾笼罩着浓浓的白雾。 海警35004艇官兵紧急出航。 同志们! 今天雾大! 能见度不足一海里! 出港航道附近雨往多! 廖望少要提高警惕。 亭长张聪边航行边部署。 九十许! 太阳缓缓升高! 雾气慢慢散去! 海面上看似平静! 航海长! 打开光电监视系统! 加强搜索! 张聪下达指令! 数分钟后! 光电监视系统画面显示! 西南方向三海里处! 有一艘可宜运游船! 全速接近运游船后! 张聪迅速组织跳帮! 成功控制嫌疑船舶! 查获非法走私成品由800吨! 巡航! 巡航! 一路横行! 记者见海面上各种样直往湘星罗密布! 各类船只来回穿梭! 一片繁忙! 全州市渔业发达! 有深户、祥枝、宠物等多个大型渔港! 各大渔港渔商云集、百个蒸流! 然而海况瞬息万变! 危险随时可能发生! 支队长叶生告诉记者! 2016年5月7日凌晨一时许! 支队海上110指挥中心街道报警! 敏失于07107号渔船,在南北围宇处交割浅! 13名船员被困! 请求出警救助! 据海图显示! 事发海域交使林立,渔往逆布! 没有适合海警舰艇航行的航道! 大舰进不去! 小艇看风浪性能差,危险性大! 咋办? 宁可自己冒风险,也要让百姓尽快脱险! 当日担负值班任务的海警,35,051艇,立即组成搜救小组! 驾驶适合通行狭窄水道的快艇,赶往事发海域! 在克服浓雾,礁石,狭窄水道等多重困难后,救援官兵成功开辟一条生命通道,迅速将13名被困船员救出! 不怕狂风暴雨,不怕恶浪滔天! 叶生介绍说,近年来,支队与愚政、海市、海间、搜救等多个相关海上职能部门建立了联刑、联动、联防机制! 坐到第一时间出警,第一时间救助,第一时间移送,着力打造海上生命救助绿色通道,朝起海天阔! 阳帆正当时,越往外海走,海面越开阔! 海警官兵驾驶舰船,驰骋海江! 中城守护在这片海面上! 带风、罗文炫、里晨、赫什米尔地区,印度与巴基斯坦实际控制线两侧,二日晚至三日局势平静! 自上月底武装冲突致使局势,骤人紧张以来,首次没有详细枪炮声! 另一方面,最新印巴冲突出发异度国内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口水战,边境平静而紧张! 印度和巴基斯坦军方三日说,实际控制线两侧,过去24小时相对平静! 双方过去数天相互开火! 八方和一方,各有7人和4人死亡! 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官员乔杜利·塔里克·法鲁克,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实际控制线两侧,昨晚总体平静! 但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波澜再起! 局势仍然紧张! 当地居民首次度过一个平静夜晚,不少人抓住机会离家,转移至相对安全的地方。 巴控克什米尔村民纳扎卡特侯赛因,告诉美联社记者,他的家和其他许多家庭没有地下掩体,打算暂时撤往安全地带。 但过去几天因为严寒和巴印军方相互开火,而无法转移。 巴基斯坦官员穆阿扎姆·扎法尔说,大约200户家庭临时住进巴方政府三座大型建筑内。 政府方面提供了衣物、寝具、食品和药物。 印军战机,2月26日,越过克什米尔印巴实际控制线。 空袭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穆罕默德军一座营地,印方指认这一组织2月14日,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袭击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 致死至少40人。 巴方27日说, 当天揭露两架印军战机,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内,专获一名印军飞行员。 印巴总理都表示,不希望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巴方3月1日晚,向印方送反备赴飞行员。 不过,截至2日早些时候,双方军队相互枪击和炮击,各有死伤。 触发内部起党争,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及政府,一方面要应对紧张局势,另一方面应对来自印度反对党阵营的进攻。